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辽远市紧抓项目建设 推进高质量发展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我省医药健康产业 展现创新 硬核实力 吉林省全面启动鲜石玉米品牌建设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三家子边境派出所所长安石林 扎根基层 以诚心 诞心 为辖区群众带来暖心 安心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 民法典时问以及大数据看民法典 为您深度解读民法典相关内容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 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建设 辽远市突出 项目工地就是阵地 项目现场就是考场 项目进度就是尺度的工作导向 紧抓营商环境和服务保障 今年以来 一大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为经济增长 增添动力 那我现在就是在吉林省郑车架有限公司的厂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是它原有的生产区域 也就是生产车间 大家随着我的竞程往这边看 在我的现在的正背后 是它的年产三百万套的汽车轻量化总成 新项目的施工现场 那么在施工现场我们也看到 场地的平整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建筑的基础施工 我们在施工现场也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随着我的镜头可以看到 它原有的生产车间的底部 现在已经被挖开了一道沟 工人师傅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个 对原有生产车间的基础的加固 为什么要加固呢 因为新项目建成以后 两个生产区域是要进行一个无缝的衔接和对接 那么将来这两个车间将会有一条专用的物流通道连接 原有的这个生产区域大概是多少瓶 原有是一万四千瓶 那跟新建的跟原有的还真是没差多少 等于再建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差不多大的这么一个生产区域 对对对 完全是相当于是这个新增了一个类似于像新增了一个这个工厂差不多 新工厂 新工厂 对对对 二期工厂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但是呢这个在新的工厂里面我们规划了这个大量的这种智能化制造和自动化制造 这样呢虽然说占地面积你看是和原来差不多 但是呢整个产能相当于是发了三番 吉林省政宣车价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13年 主要经营汽车冷热冲压件及总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别看是一家年轻的企业可他们的生意伙伴可都是大有来头 一气奥迪大众宝马奔驰捷报路虎都是他们的合作客户 这次新项目上马企业的产量有望翻上三番 年销入收入呢能达到2亿4千万元 同时呢产品的种类从单一的零部件变成了总成输出 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的竞争力 7月底呢我们那个整个生产项目的主体架构就将完成 8月份我们的设备要进入安条 10月份就可以完成打产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原市气贸小镇营销中心的楼顶 这是一个制高点 大家呢可以随着我的镜头往下看 就在我正背后这个哈 就是他们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平整场地这个阶段 已经接近了尾声 那么随着我的镜头往这边看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一排一洞洞的这个房子就是他们的一期工程 一期工程呢已经竣工了 现在呢不少商户已经进入到其中来进行室内的装修 虽说是叫气贸小镇 可这个项目可不仅仅跟汽车有关 在一期工程呢除了围绕汽车做文章 五金和建材城也成为了主要卖点 将他们三个产业融合在一体形成一个消费集聚 集聚也就是说后边的建材城和五金城和汽车城 他们都是其实作为一个补充相互形成一个灰印 眼下正在抓紧施工的二期工程 包括二手车会展中心 电商中心 仓储配送产业园区 以及红形美凯隆家居生活广场 这些新元素的加入呢 也让气贸小镇形成规模提升了影响力 预计这个二手车展厅和这个仓储物流这一块 今年九月份之前能够全面交付并投入使用 红形美凯隆和电商中心呢 我们预计建设周期大概18个月左右 也就是明年的年底能够全部投入进入适宜营业状态 51个三岛项目已于4月15日前全部开复工 5至6月份还有72个项目计划开复工 6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在长春会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经理宋海良一行 并共同建政省政府与中交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景俊海希望双方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聚焦两心一众和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共同推进宾海二号国际交通走廊 东北边境风景道 长春都市圈大环线 吉林航空产业园等重大合作项目建设 助力吉林建成高质量江头强省 副省长蔡东与中交集团副总经理孙子宇 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交集团副总裁周静波 长春市代事长张志军参加活动 吉林省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中药科技产业基地 生物技术产业基地 医药出口基地和创制药物孵化基地 在医药资源研发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 近年来在科技部门扶持带动下 全省医药健康产业加速结构调整与升级 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硬核实力初步显现 在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生产车间 各品类的疫苗产品正在陆续下线 不久前公司历时八年研发的 冻干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正式获批 即将投放市场 这个项目我们是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它的主要的优势是通过鼻喷来进行免疫 还有它是一个活的疫苗 所以它的免疫应答应该是更全面的 江春来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拥有研发人员130多人 研发中心在2012年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具有完备的生物疫苗研究和中式条件 自2004年成立以来 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累计达到4亿元以上 研发中式条件也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越来越多的项目现在有后补助 你获得临床批建有产品上市 那么政府是给你这个后补助 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风险 根据我省关于支持 长辽媒通敦白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发展实施的若干政策 企业获得临床批建 有新研发产品上市 销售额达到标准 就可以按规定获得相应的后补助资金 这些资金又作为资本再次投入到研发过程中 形成良性循环 让企业有信心和勇气去攻克难题 此外 政策还提出对仿制药一次性评价 特医食品和新原料食品开发 医药健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奖补等 并通过奖励贷款提息等方式 引导医药健康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竞争力 眼下各项政策红利正在显现 2016年以来 我省70多个新药已经获得生产批号 100多个新药进入临床研究 其中 长春海月股份公司研发的 治疗卫食管返流的药物 目前已经做完临床试验 预计明年将投放市场 另一款治疗儿童肺炎的药物 也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 两个药物我们都拿到了 几百万的后补助资金 另外我们也获得重要专项的支持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每年都能从科技厅申请到一些 科技系的补助项目 一些科技项目 科技厅会给我们制造一些和学术界 互相接触 互相交流的这么样的机会 光是去年和今年 获得奖励和补助的企业 就有近40户 支持金额达到近4000万元 此外我们还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 争取国家经费和省级经费 近10亿元 在药物研发成果转化 大品种二次开发给予重点的支持 企业研发带动全省医药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 我省已形成了 以通化国家医药高新区 和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一区一基地为双核心 以辽园 梅河口 白山和敦化 四个医药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 为多点集聚的发展格局 下一步呢 我们将抓好医药健康产业的顶层设计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 仿制药与自信评价等关键环节 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把我省医药健康产业做强做大 近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鲜石玉米品牌建设 加快鲜石玉米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标志着继吉林大米品牌之后 吉林省全面启动鲜石玉米品牌建设 实施意见以品牌打造为引领 以保障措施为支撑 突出鲜石玉米生产体系 产业体系 经营体系三大体系建设 通过聚焦和推动吉林鲜石玉米品牌建设 和产业发展的主要方面和重点问题 实现全省鲜石玉米品牌化 提高标准化和产业化水平 鲜石玉米这个政策出台 也是我们盼望已久了 尤其它这个政策集中于 是建立鲜石玉米的品牌 和发展整个鲜石玉米产业 我们能够紧跟这个政策 把我们的整个品牌推广出去 把整个行业然后能带动起来 鲜石玉米有千亿级规模的市场攻坚 产业发展潜力较大 意见实施 有利于吉林省将鲜石玉米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进而转化为效益优势 对于深化我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实现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国角度来讲 就是咱们自然条件来讲 可以说排在首位吧 如果咱们政策得当 政府对外扶持力度加大 利用咱们先有的自然条件 做起来以后 可能在全国来讲 要排在前面 根据实施意见制定的目标任务 我省力争在三至五年内 显著提高全省鲜石玉米品牌化 标准化和产业化水平 让吉林鲜石玉米 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地域品牌 同时打造优质鲜石玉米生产企业 超过100家 形成50个优质吉林鲜石玉米品牌 开拓出吉林鲜石玉米区域 公用品牌 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 三位一体的发展矩阵 建设全国性的鲜石玉米品种 市众示范基地 精准筛选出适合我省种植的优良品种 并且体现品种的多元化 培育林选出一批吉林鲜石玉米 名牌产品和优质品牌 提高我们省鲜石玉米的市场竞争力 今年38岁的安石林 是吉林出入境边防检察总站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 三家子边境派出所所长 他15年如一日扎根基层 以诚心 耐心 贴心服务 换取辖区群众的暖心 舒心 安心 浑春市三家子满足乡 辖区面积大 又处于山区 交通不便 特别是沙驼子 西崴子 古城等村屯 距离乡政府所在的中心村较远 一来一往就需要二三十公里 就连快递公司也经常受条件所限 不能把快件直接发到村民手中 安石林了解情况后 在组织民警下基层走访 入户调查的时候 帮助村民收送快递 顺路烧送其他物品 从没嫌过麻烦 村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 爱民宿地员 就西崴子驱车十五公里 就单趟来一次 这比较不方便 派出所呢 玩得下带呢 他就省了这段时间 给村民提供方便 是安石林和派出所 每一个民警的初衷 今年春天 在东港子村走访时 安石林了解到 村里的空巢老人 关金林和老伴 都有听力障碍 靠低保金生活 住房急需改善 安石林和所里的民警 相方设法 帮关金林修缮房屋 改善居住条件 一瞅着 哎呀挺好挺好 挺好 这不是我说 他们大伙来看看 都说挺好 这咱们三家的乡啊 派出所面前 正在为人民服务到家了 为老爸就服务到家了 现在这个老人住进去了 这个条件改善了以后 生活是比以前好多了 就是我们能做一些 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吧 就是从我们的本性来讲 我们也应该做的 向群众所想 及群众所及 多年来 安石林爱港敬业 始终如一地 践行着初心和使命 得到辖区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安石林也获得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等荣誉称号 日前省委政法委印发了 全省政法机关为打好三大攻坚战 提供法治保障三个指导意见 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打好三大攻坚战系列重要论述的务实举措 省法院第一时间跟进部署 要求全省法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努力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有利司法服务和保障 全省法院将仅仅围绕落实三个指导意见要求 严厉打击涉贫刑事犯罪和涉环境资源犯罪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环境公共利益 妥善审理涉民生案件 精准对接脱贫工作司法需求 加强涉民生案件审判 加大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等案件执行力度 依法妥善处置经济结构和能源政策调整 引发的企业改制整合破产等案件 充分发挥财产保全和先遇执行 在环境资源案件中的预防和减损作用 支持和保障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生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同时全省法院还将充分运用 司法大数据研究报告 司法建议等方式延伸审判职能 促进提高社会治理 社会化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5月28号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号起实行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一经问世便备受瞩目 从今天起 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 民法典识问 为您深度解读 今天播出第一集 民法典为什么很重要 民法典姓民 所涉及的领域贯穿每位公民的一生 在各大官方微博记者看到 关于离婚冷静期 居住权 高空抛物 禁止高利贷的话题 大家意得热火超天 网友灵犀一指说 我就喜欢画重点的文章 那么多过万字的民法典 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去通读完 你们觉得可信吗 网友江新向明月说 我家臭小子学法律 对民法典应该熟悉 我就经常问他就行了 民法典又被誉为 捐克人民权利的生活宝典 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来看个例子 在没有民法典的情况下 小明以商品有瑕疵为由 要求退货赔偿 法官有的在判案时 可能援引合同法 有的可能援引侵权责任法 有的可能援引产品质量法 有的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从数量庞大的单刑法中 去寻找裁判依据 是非常困难的 找到的法律规定 有可能相互矛盾 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池日大认为 民法典不是简单的几合一 而是把九部法律 合到一起集大成 内容之大 称得上超赞 它从法律的效率和威接上 是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所制定的一部根本性法律 它在整个法律体系的效率上 我认为仅次于宪法 根本法的效率 从公民的出生到死亡 所有的民事活动 它都管 在做一个态儿 它的权益如何保护 在这部民法典里 都得到体现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 现行的婚姻法 继承法 民法通责 收养法 担保法 合同法 务权法 侵权责任法 民法总责 和相关司法解释等 将同时废止 民法典有着远超刑法 行政法 诉讼法的基实性地位 民法典如此重要 还因为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大到房产买卖 公司设立 小到针头线脑交易 物业费缴纳 生活中 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 你都能在民法典中 找到依据和指引 比如说 儿童几岁 能独立进超市购买食品 民法典总责编告诉你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标准 已经从10岁调整为8岁 中国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学志认为 民法典不只是一份民事权力宣言书 更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单独的设立了人格权变 这是历史首创 这部中国的免法典 充分的表达了人民对于权力的诉求 构成了一个权力确认 权力行使和权力救济的完整的体系 它实际上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果的一个几大成 更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 盛世中国的一个时代反应 也是最好的体现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这种智力理念的立法标涨 民法典呢 它是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性质 符合人民利益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这么一步法典 体现对各方面民事权利 平等保护的法典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的法典 它呢 还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 一步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法律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孤孤坠地享受百般关爱 到两鬓如霜儿孙绕息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与民法典打交道 民法典让我们有所敬 有所依 更有所盼 民法典与你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根据新华网的大数据分析 民法典1260个条文中 离婚冷静期 高空抛物和高利放贷的关注度最高 其中离婚冷静期的网络热度值高达98.93 下面通过一个短片 为您解读这一民法典热词 离婚后悔怎么办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 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上述条文为协议离婚设立了30天缓冲期 被外界和媒体称作离婚冷静期 据统计 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 离婚登记415.4万对 设置离婚冷静期 是为自愿离婚的当事人在登记离婚中设置适当的时间门槛 促进当事人冷静思考 妥善抉择 既能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 又能保障双方当事人做出正确抉择 保护好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与此同时 设置离婚冷静期也是一次善意提醒 提醒大家谨慎行使权利 激发对婚姻家庭的责任心 使社会形成良好的婚姻家庭观 6月12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6月12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6月12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其实很多网友对您不陌生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卫视传媒事业部打造的吉人吉品 6月12号晚在我台公共新闻频道 晚7点到8点当进行一小时直播 农安县委书记张志仲走进电视直播间 推荐农安历史 文化 旅游风光 特色产品等 与此同时 抖音直播间内名嘴大V齐聚 24小时不间断直播 将农安风土人情 特色产品推向全国 我觉得对促进我们农安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高我们的美誉度 知名度 应该说非常有好处 据了解 吉人吉品 集合电视大直播 加融媒体新闻报道 加线下推广 加短视频运营 加电商平台的全链条模式 将传统媒体与新兴液态 在内容及技术上融合 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希望用带货的这种方式 作为一种新的宣传手段 将我们这个传统的直播和抖音的直播 进行一次互联 我们拉流引流 覆盖面更广 来全方位的推荐我们吉林 按照长春市服务企业中安排部署 日前 长春气开区举行引起对接会 民生银行 吉林银行 农业银行等 五家金融机构 为住区企业讲解了 疫情期间的贷款优惠政策 50多家参会企业 与金融机构达成贷款意向 金额17.53亿元 自服务企业中活动开展以来 长春气开区已为200多家企业 解决了复工复产中的资金堵点 累计开发城镇就业岗位1000多个 敦化市第二届企业佳节系列活动 即首届优质地产品展览会 今天开幕 共有敦化本地的80户企业 以及农业合作社参展 展会公社医药 木制品 食品 综合四个展区 活动出现场销售当地特色产品 还派出了11名主持人 深入到企业展台 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 帮助企业线上推介产品 展览会将持续到6月17号 12号 美河口市举办啤酒免费唱饮节 免费唱饮节为期三天 让美城市民亲情品美食 逛夜市 喝鲜皮 度周末 享受美城22度的夏天 这也是美河口市 打造周末经济促销费的 系列活动之一 随着气温升高 长白山也已开始冰销雪融 从11号开始 长白山天池破冰融化 迎来开冰季 蔚蓝的天池水 与洁白的冰临 形成水波流转 冰花碰撞器官美景 长白山天池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活活山口湖泊 每年12月风冻 直至4年6月中夏旬开冰 每年冰封期达7个月 是我国最后一个开冰的湖 伴随着天池水开冰 长白山景区 近日也发布了开放的公告 从6月11号起 长白山北溪景区 向国内游客全面开放 6月11号到6月27号 游客免景区门票入区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 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 和即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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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